大家好 我是丹妮 今天主題是最強之獸 土地雲 靈獸型態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大家睽違已久的土地雲 靈獸型態終於登場了 所以我們首先的話我們就邊打團體戰邊講解一下 目前土地雲 靈獸型態跟化身型態到底有何差別好了 可以看到土地雲 靈獸型態的話 CP50等的上限是4434 是比起化身型態來的高 耳體值的部分的話是攻擊力比較高 但是防禦力稍微偏低 但是偏低才3點 所以整體上來說靈獸型態一定是比化身型態來的強力許多 不過大家比較關注的就是它的招式組合的部分 招式組合的話可以看到 維持原來的泥巴射擊而把弱石改成神通力 這算是非常好的 比起大多數玩家在文物上說 泥巴射擊可能改成紙擬就變成PVP的廢角了 但是維持在泥巴射擊的話 PVP就是還可以用的角色 至於在大招部分的話 基本上來說大招是全部重製啦 原本的炎崩改成了殲石攻擊 然後蒸氣彈變成了蠻力 大地之力的話變成地震以及重大 然後逆寧是移除了 逆寧移除這邊是比較可惜 因為原本逆寧是能夠拿來打鬼龍奇拉蒂娜的 但是就這個改鬥而言丹尼認為是更好的 不過我們後面會有詳細的解釋 所以我們今天就稍微的先比較一下 化身型態跟靈獸型態的差別 我們今天是趁著下班的時候 然後在路上的時候找一個透明戰來打 但是人數不多 只有三人來進場的關係 但是可以發現到三人還是有辦法順利拿下來的 而這次的靈獸型態的土地雲 在捕捉的一個圈圈的大小來說算是蠻小的 所以玩家在捕捉的時候應該相對的困難 但是也並不會特別難丟啦 因為其實距離也算近啦 我們第一隻捕捉到的土地零IV看起來並不算太好 因為如果是天氣加成晴天或起風的時候 是2801是最高的 所以這是普普通通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看一下圖 OK 這樣就捕捉成功了 那我們邊打完團體戰也順便介紹了 靈獸型態跟化身型態的差別之後 我們開始進入今天的正題 也就是靈獸型態的基本數據 我們先來看一下 無色人CP剛才有講的是4434 攻擊289防禦179 然後耐力士205 在三位數值的部分看起來蠻像曹夢的 攻擊非常高 然後坦度算是中等 然後如果我們先從PVP的排行版來看的話 目前超級聯盟是沒有辦法捕捉到1500的 所以這邊是沒有排行 高級聯盟雖然實力上來說算是普通啦 但是玩家可以發現到 大級聯盟這邊是排行在第一名啦 可說是非常強力的 然後丹尼在這邊有定義他是萬用型的角色 除了他PVP的排行第一名之外 他在PVP的傷害量也是非常高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土地雲搭配的 泥巴射擊加上地震的地面系招式 DPS達到16.39 是目前40等不含暗影寶可夢裡面 傷害量最高的角色 因此看到這數據表現之後 加上PVP的一個果樣排行榜第一名的情況下 玩家應該都想要手刀出去追這次土地雲零售型態 非常之萬用啦 至於目前地面系第二名、第三名及第四名的部分 分別是龍頭地鼠、土地雲化身型態以及顧拉多 玩家可以當作的參考 然後玩家如果要去追土地雲零售型態的話 先不要急至少把影片給看完 也由於土地雲本身是地面跟飛行系的 所以用兵系的角色寶可夢能夠雙剋土地雲打的速度是最快的 而我們這邊推薦的話 首隻是超級爆血王 第二隻是達摩沸沸 第三隻是象牙豬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有一個超猛 因為超猛本身攻擊很高 加上他的大招裡面有冰凍光束的緣故 所以牌上在第四名 第五則是馬流拉 第六則是冰一部 如果玩家打算要極限挑戰的話 兩任挑戰是極限 但是如果你有冰系寶可夢的話 其實三人也是能夠輕鬆解決的 至於如果你要追IV100怕的話 在沒有天氣加成的情況下 CP是2241 在天氣起風以及晴天的情況 則是280 玩家可以稍微記住一下 然而土地雲在屬性上來說是一隻非常之優異的角色 地面跟飛行雖然被冰給雙剋啦 但是除此之外的話 結果被水乾剋的情況下 弱點算是比較少的 而且他本身能夠抗無中屬性 加上能夠雙剋地面的緣故 玩家可以考慮先發派出怕地面系的角色 然後要對方出招前的話 在切土地雲上來切角擋招是非常好的選擇 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到 土地雲在PVP對抗的時候 屬性上的表現還算不錯喔 然後這部影片的重點可能就在土地雲的招式部分 招式算是大家捏了一把冷汗啦 官方並沒有把泥巴射擊拿掉 算是在PVP還可以使用的 至於土地雲獲得的新的招式 神通力這一招的情況下來說 威力跟能量的蓄能並不算太好 加上神通力這超能力系的招式 只能打毒以及格鬥系 能對抗的屬性有限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推薦泥巴射擊 一個高蓄能配的大招比較實在 至於大招的話 其實丹尼是比較推薦蠻力加堅實攻擊的 首先我們先從地面系的招式來看 地震跟重塔 重塔這一招其實能量跟地震差不多 但是威力上差很多 所以重塔基本是可以化掉的 至於地震跟蠻力的選擇的話 基本都能打剛系 但是地震這一招的能量需求比較多 加上蠻力本身的DPE表現是比較好的 配合著小招泥巴射擊的出招速度來說是非常快速的 有點像是美夢維塔那種感覺的情況下 就算對付一般系或者二系寶可夢的時候 相對的土地雲零獲型態也會佔得優勢 這也就是為什麼丹尼比起地震來說 比較推薦蠻力給土地零使用的 至於配置尖石攻擊的話 純粹就是要壓制飛行系的寶可夢 像是快龍或波克基斯都是非常好用尖石攻擊進行壓制的 而且我們可以注意到土地零零獸型態是地面系的 跟我們的固拉多是相同的一個屬性的情況下 但是固拉多這角色其實打飛行系會有點痛苦 但是土地零相對的他有尖石攻擊打飛行系就比較輕鬆 因此這也是為什麼土地零零獸型態能夠排行在國外旁榜第一名的主要原因 畢竟招式來說彈性上比較足一點 然後如果我們照大CM來看 土地零其實可以壓制剛系寶可夢這邊是沒有問題的 畢竟本身地面系 灰尼巴射擊滿力或地震的時候壓制剛系就變得非常好用了 加上本身的高攻擊配合堅持攻擊的情況下 遇到飛行系也不用太害怕 但是我們要稍微注意土地零的坦度並沒有到非常之理想 如果對方的快龍想用龍襲或者波克基斯想用沙嬌 然後用著防護罩可以把你硬點下去 這邊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然後我們這邊不配置地震然後配置滿力的話 我們可以壓制二系以及一板系 在對戰的屬性上來說會更有彈性 雖然蠻力本身並沒有屬修這邊是小小的缺點 至於我們把目前大CM比較常見的地面系寶可夢都放在一起來看的話 大CM51等地面系的體質比較 可以看到攻擊力的部分是目前的固拉多最高 至於坦度的話玩家直接看防禦跟HP的部分 可能很難評估到底誰比較坦 但是如果防禦成HP的話 最高的是超假狂吸 所以我們可以從數據表現來看 其實我們零獸型態的土地雲 在體質的部分的話並沒有贏過一線的地面系寶可夢 所以我們可以評估他的優勢就在於 他屬性的弱點少 然後加上他的招式組合比較彈性 所以才能在國外的排行榜中排行在第一的原因 但是對於未來而言他還是會被撼動的 畢竟有兩隻Mega進化寶可夢 巨爪怪以及療殺 加上原始回歸的庫拉多 以及我們卡奧斯地區帥氣的神獸 基格爾的存在 所以在地面系的未來性來說 土地雲一定是會被擠下去的 所以就未來而言地面系的爭霸戰還沒結束 就讓我們來期待官方會怎樣推出 這四隻帥氣的地面系寶可夢吧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從目前的情況下來看 PVE的傷害量來說 土地雲是最高的 然後PVP有招式組合 以及屬性上的加持下 是目前國外排行榜第一名的角色 絕對是適合在PVP所使用的 但是如果我們論未來性的話 土地雲確實目前已經沒有辦法再提升一個檔次 可能就沒有辦法跟Mega進化 或原始回歸的固拉多 以及第六代卡歐斯地區的神獸 基格爾得來相提並論 但是如果論現在目前的環境來說 土地雲確實是目前最強地面系的寶可夢 如果玩家剛好缺一隻非常強大的地面系寶可夢的話 絕對值得你目前努力去拼一波捕捉的喔 那麼今天的土地雲零獸型態的影片 就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那麼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也由於目前的對戰影片需要消耗非常多的資源 所以丹尼在這邊甄選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對戰陣容 或者是冷門小知識以及極限挑戰的團體戰等影片的話 可以提供給丹尼 除此之外如果你是對戰影片的話 建議是提供七場以上讓丹尼可以進行篩選一下精彩的對戰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IP及角色的招式 然而玩家給我提供的影片會經過篩選審核之後 成功的話會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機會 影片上傳的部分之前有說是在Google雲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發現Youtube的畫質可能比較不太清晰 所以這邊建議統一選擇Google雲端會比較好 這邊也有附註一下要怎樣進行上傳喔 另外玩家如果從事Youtube頻道或者是活動需要宣傳的部分 也會在影片裡同步介紹 所以我們這邊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囉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寶可夢相關的資訊 不妨可以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或者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更多資訊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鬥的話也能夠加入丹尼的Youtube會員 目前有分為粉絲會員以及好友會員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選擇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個小小支持都會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動力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比卡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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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卡丹尼 皮卡丹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